大家好 前几次我们讲画线以及画源演算法的时候 说这两个演算法都只需要靠整数来运算 所以效率超高速度超快 其中有讲到一个运算 就是把一个整数除以2 然后把小数给无条件舍去 有同学说这个运算怎么可能不靠浮点数就能做到 说这有点无法想象 为了好好解释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来快速理解一下这个位源移位大法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小时候有学过 在一个整数的后面加一个0 就是把这个数字乘以10的意思 虽然这看起来很直觉 因为以前老师就是这样教的 但同学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就是一种位源移位大法 在十进位的世界里 表示整数的格子 从右至左 每格都会升级10倍 各位 十位 百位 千位 这样 我们把范例中14这个数字放进这些位源格 1会放在十位数 4会放在个位数 意思就是一个10加4个1的意思 那在这个数字后面加0 其实真正的含义 是把这个数字的所有位源往左移一格 十位数的移到百位数 个位数的移到十位数 而原本个位数的地方是空的 所以补一个0 那是不是等于所有位源都涨了10倍 所以整个数目就会是原本数字的10倍 我们反向来操作的话 所有位数都向右移动一格 那就相当于把数字除以10 对吧 我们把现在这个14 再向右移一格 就会变成1.4 但是因为整数没有放小数的格子 所以没有格子记录这个4 整个运算就等于除以10 之后再无条件舍去小数位 对吧 二进位的整数也是同样的道理 差别在于他储存数字的位源格和十进位不一样 从右至左是以两倍增长的位数 因为十进位是用0到9这10个字母来记录一个位数 而二进位只用了1和0这两个字母来记录一个位数 二进位的位源格由右至左分别是 1位 2位 4位 8位 16位 32位 64位 128位 这8个位源就是电脑里组成一个整数的最小组合 我们称为一个位源组 如果我们在8位4位和2位这三格填1 后面补0 那这个二进位的数字1110 换算成十进位来说就是8加4加2 也就是14 现在我们试看看把所有位源往左移动一格 本来在8位那一格的1跑到16位的格子 4位格的跑到8位格 2位格的跑到4位格 所以最后变成1100 换算成十进位就是16加8加4等于28 你看看 本来代表14的1110 往左移一位就变成了1100 是不是就是14的两倍28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字倒回去往右移动一格 你猜猜会变怎样 嘿嘿是不是变回28的一半 变成14了对吧 这个规则是不是和十进位很像 十进位的数字往左位移一格是乘以10 往右位移一格是除以10 而二进位的数字则是往左移乘以2 往右移除以2 我们把目前这个代表14的1110 再往右移一格 变成111 大家会换算成十进位了吧 就是4加2加1等于7 是不是就是刚刚14的一半 我们让所有位源再次往右移动一格 那最右边的1会被移出整数的储存格 被电脑移忘 整个数字就剩11 换算成十进位就是3 那是不是就是7的一半再舍去小数的结果 所以二进位的位源移位大法 往左移一格是乘以2 往右移一格是除以2后只取整数 这个运算因为只是把资料一个位置 所以速度比加减法还要快 在程式语言里面 我们是用两个小于的符号来表达向左位移 比如这样写 就是把这个整数里的数位源都向左移动一格 相当于乘以2 我们用console把这个结果印出来 然后这样是向左移两格 相当于乘以4 然后两个大于的符号是让整数的位源向右移动 我们也顺便看一下 向右位移一格和位移两格的结果会是什么 现在执行程式 我们可以在控制台看到 用位源移位运算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呢 位源移位大法 除了用在乘以2和除以2以外 我们处理颜色的时候也常用到 比如我们用16进位来宣告一个颜色 在一个整数前加0x 是告诉电脑这个整数是16进位 顺带提一下 要用2进位宣告一个整数 可以在整数前加上0b 比如 0b1110 就是14的意思 那回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有三个位源组组合起来的 最左边的ff是红色 中间的99是绿色 最右边的00是蓝色 整个组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橘色的感觉 那如果要从color这个变数里取得红色的值 因为红色是最左边的位源组 所以把整个color往右移两个位源组 也就是移16个位源 就可以得到红色的10进位数值 我们执行程式看看对不对 16进位的ff 换算成10进位就是255 我这边顺便写一下绿色和蓝色值的取得方法 绿色是先把红色和蓝色的位源给归零 然后位源相右以一个位源组 蓝色就更简单了 因为蓝色是最右边的位源组 所以直接把红色和绿色归零就好了 关于颜色的计算 可以去找以前讲颜色空间的那支影片来看 我这边就先打住了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要讲的位源一位大法 有关二进位整肃的其他秘密 我们下期影片再来讨论 今天先这样了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